稀里里,我是专马,大家好久不见,这周我会继续更新独播林凶案哦,今天就来看第五集啦 前面的剧情不记得的小伙伴,自行补一补拉 话说,亚当从小就是个沉默的孩子,总是用黄霍不安的眼睛观察着周围所有的人 他坐在自行车上,来回拨动车轮,年轻的大胡子和老德吊儿郎当地靠着栏杆 小德泰从超市购物出来,大胡子嘴见调戏他,被德泰一阵反怼 老德让大胡子别闹,小心被德泰的爸爸收拾 大胡子就跟所有直男爱一样,认为只要是个女人,都会喜欢被他这样的男人调戏 这番话真让人反胃 亚当的父亲从超市里走出来,递给他一块零食 亚当害怕偷吃被妈妈责骂,爸爸却很包容 情形派着儿子的背,一起回家 看起来,这时候父子俩的关系非常融洽 然而到了2003年,父亲病重躺在床上,连呼吸都要靠机器维持 他艰难的伸出手,想握住罗伯,可罗伯只是冷漠的坐在一边 就算是母亲责问,也不能让他动容半风,甚至还显得很不耐烦 亚当因为当年的森林案彻底改变了 他藏起了一切的情绪,冷暴力就是这么可怕 时间回到现在,罗伯等待卡珊回到警局 希望他能成熟点,正常的面对所有人 罗伯向所有人宣布,卡珊将会离开小组去查探莱西案 其他一切照旧 等两人走后,阿花对全族人说出自己的判断 这两人肯定是闹班分手啦 所以卡珊才要避开 其他人听完呵呵一笑 反正阿花这番油嘴滑舌的言论也不是第一次说了 不过,这次还真是这么回事 老德,大胡子和舞蹈老师都被请到警局 罗伯首先去请教舞蹈老师 给他看了大胡子的照片 认一下会不会是穿运动服的男人 舞蹈老师否认了,他从来没见过大胡子 罗伯显然有些失望 转而询问老德一家的具体情况 凯蒂从小就跟着老师学习 老德一家莎莎过的最苦 几乎承包了所有的家事 今年5月莎莎外出和朋友一起住了几天 照顾接系卡的重担就交给了舞蹈老师和凯蒂 老德和德泰什么也不做 对于德泰有病这件事 舞蹈老师很明显嗤之以鼻 真病还是装病 只有德泰自己清楚 罗伯怀疑莎莎和凯蒂遭受过性虐待 世报人就是老德 舞蹈老师郑重否认了这个猜想 现在老德把妻子女儿们都藏了起来 罗伯找不到他们 只能从舞蹈老师这儿套取线索 老师认为他们应该住在拖车里 位于海边的一个公园 舞蹈老师的问询结束 罗伯与小鸡毛搭档 审问监控室里的老德和大胡子 罗伯反复询问两人 1985年8月16日晚 他们的不在场证据 大胡子和老德一遍遍地重复 他们在电影院看电影 德泰是母鸡证人 罗伯嘲讽老德 案发后三年老德就让德泰怀孕 两人结婚 难道不是因为当年作为证 当初大耳环为你怀孕堕胎 也没看见你为他负责啊 听到大耳环的事情 老德变了脸色 但依旧没有和罗伯多说什么 看书不通 罗伯直接告诉老德 他们在当年的事情上撒谎的报应 就是现在凯蒂的死 听到这儿老德生气了 他觉得罗伯找不到凶手 所以非要把两件没关系的案子扯在一起 和逃避自己破不了案的困境 接下来 罗伯开车去了海边公园 在众多拖车房里 果然找到了德泰 德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似乎这是他唯一的娱乐 罗伯不情自入 关掉了电视机 莎莎和杰西卡在外边玩耍 家里只有德泰一人 罗伯询问他1985年8月16日晚在做什么 德泰回答的情绪毫无起伏 他那晚在电影院看到了老德等三个男孩 罗伯不想听这样的废话 试图用情动人 你这么多年撒谎不累吗 说真话吧 德泰的眉头皱了起来 津津咬嘴唇 说话的语气变得哽咽 但内容依旧是 在电影院里遇到了老德等三个男孩 说完德泰拿过遥控器 又把电视机开了起来 罗伯苦笑却很坚定 他会找出所有真相的 德泰母送他离开 却没注意到 嘴唇已经被自己咬出了血 罗伯找到在附近荡秋千的德家姐妹 把大胡子的照片给莎莎看 然而莎莎并不认识她 罗伯询问莎莎 五月份是不是出去和男朋友住了几天 莎莎很委屈 根本没有男孩喜欢我 我是和女性朋友住的 说完就要带着妹妹离开 罗伯赶紧掏出一样东西送给她 是一个已经充过花费的手机 她知道莎莎没有联络工具 表示如果她有什么事情 都可以通过这个手机联系自己 罗伯顺手抚摸莎莎的手臂 莎莎并没有闪躲 看起来不像是有被男性伤害过的记忆 罗伯开车来到森林边缘 回想起她和小伙伴们 骑车进入森林 打胡子猥琐的面容 森林质押后的晃动和喘息 她决定下车走进去 可是刚到森林入口 她又想到了无助的亚当 害怕得离开了 新闻要的就是爆点 记者找不到别的线索 继续采访杰米妈妈 杰米妈妈反复强调 亚当当时虽然年纪小 但是小孩子也会做残忍的事情 肯定是她害死了彼得和杰米 现在亚当长大成人 再回到森林伤害凯蒂也是有可能的 她通过记者向所有人发话 想知道真相 就去问问亚当啊 杰米妈妈的话果然上了新闻头条 记者跑来采访罗伯 你们警察怎么不去找亚当啊 罗伯内心非常害怕这个问题 匆匆回答正在调查 让记者快滚 毕竟记者又不是真的同情杰米妈妈 吃人选馒头罢了 记者和杰米妈妈显然给罗伯很大冲击 她带人来到了小兽家 让女警照顾小兽妈妈 自己带着小兽去了森林 罗伯让小兽指出 当时看见运动服男人的位置 随后让她背过身 把大胡子的照片贴在那里 粗暴地捂着小兽的眼睛转身 疯狂地引导 希望她指认大胡子就是那个人 小兽忍受不住快哭出来 她无法确定照片上的人 是不是当时看到的人 说白了 大胡子分明就不是 罗伯还想进一步逼迫 韩利博士阻止了她 连她这样冷漠的人 都看出罗伯已经太过分了 罗伯没有把这番话听进去 忽然手机响了起来 是莎莎打来的 之前莎莎去公共浴室隔间洗澡 德泰却忽然打开玉帘 直直走到淋浴头下 说完就转身离开 莎莎气愤地合上玉帘 可能是受到了这样的惊吓 莎莎才打电话给罗伯 当人约好在一间小餐厅见面 莎莎换上了性感的衣服 和她平时的装扮完全不一样 莎莎忽然坐到罗伯身边 手轻轻抚摸上她的大腿 还想要亲吻她 罗伯吓了一跳 立刻拒绝了 莎莎非常失望 她以为罗伯对自己这么好 是喜欢她 很抱歉自作多情了 她语无伦次地颇败自己 凯蒂死之后 她很难过 觉得自己是被扔下了 失去了人生的意义 也没有人能理解她 说完 莎莎就羞愤地想要离开 罗伯一把拉住她 表示自己也失去过 两个重要的朋友 可以理解被人扔下的感受 这也许就是她当警察的原因 莎莎被安慰到了 她换回了平时的穿着 告诉了罗伯一件事 莎莎5月份确实外出住宿了几天 但是她其实连女性朋友都没有 就只是自己住在了一个狭小便宜的旅馆里 那几天 杰西卡第一次来了月经 她既要安抚发狂害怕的妹妹 又要打理所有家事 这样的负担几乎让她崩溃 只能借口外出躲了几天 等收拾好心情 才继续回家任劳任怨 这就是莎莎隐瞒的事 这对案件没有帮助 但罗伯还是理解莎莎的情绪 明明只是个18岁的女孩 却要过着这么压抑的生活 虽然这个比喻可能不是很恰当 但是莎莎真的是很像 丧偶是育儿的可怜妈妈 罗伯回到警局 组长正在等罗伯 她又接到了投诉 罗伯让记者滚蛋的话已经被录了下来 说好的别让我处理警民关系呢 现在全世界都以为警察没有能力破案 对了 亚当的情况呢 罗伯撒谎是信手拈来 亚当几年前出车祸撞死了 据说还是人为事故 组长惊呆了 感叹了句真可怜 不过现在重要的是破案 罗伯揪着把五案不放 非要找到流浪汉 觉得能击垮老德和德泰的谎言 组长不看好罗伯这个想法 但也不忍心再逼迫德里干将 给了他一些建议 罗伯敷衍地答应 专注地看着小亚当的照片 身后的灯一闪一闪 第二天 下线很久的卡珊找到罗伯 把莱希的电话递给他 威胁老德的电话 和打给莱希的一毛一样 这么久了卡珊到底在干什么 我们来看一看 离开凶案组后 卡珊看着莱希和朋友们 入住别墅的视频 认真揣摩五人之间的关系 学习模仿着莱希的一举一动 小拼头把何柱四人带到审讯室 贴出蓝色运动服男人的图片 给他们辨认 他怀疑杀死莱希和凯蒂的是同一人 但是四人都表示没有见过 哈恩趁机带着警察们进入别墅 把内部结构完整地录下来 并且对整个别墅进行一次大搜查 务必做到没有一丝遗漏 何柱四人离开后 小拼头直觉 几人里面肯定有凶手 而且他们还互相包庇 卡珊通过观察发现 当问起莱希的恋爱对象时 华侍女很紧张 他肯定知道莱希怀孕的事情 这五个人的混乱关系 让小拼头兴奋起来 小拼头给卡珊解释了 何柱几人的关系 地主除了少年时有过暴力行为 至今都很安分 印度廉价里最有钱 喜欢吸食毒品 是地主帮他借出的毒瘾 小卷猫父母离异 缺乏父母关爱 一直过得孤僻的生活 直到地主接纳了他 花痴女的妈妈是个疯子 她从小就被政府监管 却没有走上歪路 这也多亏了地主 这么看来 地主就是这伙人的头了 所有人都听她的 花痴女对地主非常爱慕 可地主似乎很喜欢莱希 所以卡珊打入内部 最要担心的就是被花痴女识破 卧底就是最高级的演员啊 卡珊纹上莱希的纹身 打上鼻环 剪称莱希的发型 这个过程中 她似乎与自己创造的莱希 合而为一了 等到这一切都完成 卡珊就变成了莱希 除此之外 她还要重拾枪术 带上手枪防身 努力减肥受伸 营造刚从死亡线挣扎回来的虚弱模样 以及牢记别墅里的一草一木 忽然莱希的手机响了起来 有人来询问她情况 并且说以后还要继续合作 卡珊只能顺着对方的话回应 等挂断电话 才发现这个号码 就是威胁老德的那个 这样卡珊才再度找上了罗伯 罗伯对这个证据完全不关心 她现在只想着 怎么钉死老德和大胡子 卡珊无话可说 让罗伯把自己家的钥匙还来 罗伯毫不在意 冷漠地表示卡珊跟普通女人一样 真让她失望 回到办公室 灯光还在一闪一闪 罗伯拆开灯罩 里面全是绿色的植物 她伸手向上 那些芝麻缠绕在她的手上 罗伯脑脑海里 开始不断浮现所有人的画面 灯回过神来 原来只是她的幻想 灯光还在闪烁 罗伯把角落的挂衣架取了过来 直接捅破了灯管 这下就安静了 她离开警局 开车停在路边抽烟放松 亚当骑着单车环绕 罗伯下车追上她 跟着走入森林 想到卡珊叫她诺服 罗伯深吸一口气 独自走进了森林 她似乎能听到 当年小伙伴呼喊她的声音 走着走着 一棵巨大的老树出现在她面前 亚当小时候抱着这棵树 害怕尖叫 现在罗伯抱上她 想回忆那天 自己究竟看到了什么 时间回到1985年 森林里大胡子提出玩游戏 让大尔环闭着眼睛 他们三个男孩轮流亲她 看她能不能分辨出 哪个是男友老德 大尔环表示 不能舍吻和动手动脚 这才同意了 流浪汉非常不好意思 飞快地亲了一口就松开了 老德和女友亲得很缠绵 流浪大胡子 他不仅无耻地伸了舌头 手还摸上了大尔环的胸 大尔环一把推开这个流氓 大胡子不乐意了 把他绊倒在地 命令老德按住他的手 老德听从了 大胡子还想让流浪汉 按住大尔环的腿 但是流浪汉吓得站在原地 一动都不敢动 祈求他们放过大尔环 大尔环不断哀求着 老德无动于衷 最终大胡子抢爆了他 而这一幕被躲在一旁的亚当 杰米和彼得三人看在了眼里 大胡子发现后 气急败坏地追着三人 彼得和杰米跑得最快 亚当落在了后面 罗伯想起了这些 松开抱住老叔的手 多多缩缩蹲在地上 忽然森林里有动静 他立刻掏出手电 记忆到此为止 他就是想不起来接下来的事 过去的笑声和现在的风声合在一起 远处 他似乎看到年轻的大尔环 哭着独自离开案发地 地上的白色帆布鞋里涌出鲜血 森林里传出诡异的笑声 罗伯惊吓地跑出森林 罗伯来到卡珊家 直接用钥匙开门进入 没有人在家里 他立刻打电话给卡珊 手机震动的声音传来 卡珊把自己的手机留在了卧室 然而罗伯还是留了言 挂上电话 罗伯压抑着哭了起来 远处成光微蓝 此时卡珊变身来袭 小瓶头把他送到别墅 合住四人组们在门口迎接他 无人一起回到了别墅 这里的探案也要开始了 本集结束 罗伯进入森林 回忆起了目睹大尔环 被强暴的不堪往事 这似乎就是他认定 大胡子有罪的一个原因 森林就像是他的心魔 小伙伴失踪 就是压在心头的大石 他陷入查案的僵局 久久走不出来 另一边 卡珊则顺利进入大别墅 他的伪装会被识破吗 杀死来袭的凶手 会是四个合住人组的哪一个呢 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吧 求分享 求关注 求分享 求关注 求留言 求点赞 求留言 求点赞 请不吝点赞